刚这个时候应该很多车子 泰国曼谷塞车出名 如今没有震儿欲聋的喇叭声 也看不见回堵的车潮 平常这个地方是车满为患 开进来就开不出去了 左边是过去塞到快昏倒的街口 而右边是现在不塞了 反差超级大 上路的公车也不再开冷气 窗户全开 昨天是曼谷市率先说封城 宣布到开始实行 是不到24个小时 然后店员假装忙着补货 其实没有什么客人 白货公司都没人 再看看市区的四面佛同样冷清 四面佛哭零零的 号称世界最大的周末市集卡突卡 原本人潮汹涌 现在也都空空 平常这个时间应该是 也会有很多的观光客聚集 河边夜市有的店家 干脆不开了 因为几乎没有收入 我们今天买了两件衣服 200块泰铢是他这个星期 唯一的收入 小店家苦哈哈 旅行业同样不敌疫情 是中国人投资的 在泰国当地的旅行者 曾经一天关掉500个 关的关倒的倒 在泰国待了十年的台商说 原本曼谷六月的国际机械制造展 如果延期货不办 损失会更大 没有展览设备的情况之下 大概需要100多万排出的投资 那如果专门做一台机器货来展览 那那个金额会到600万都有可能 公司会因此而宣布 开始帮助新加坡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 是他们更担心的事情 因为普遍太古人 他们并没有存款的习惯 封关封城 让活药的曼谷一片死鸡 民众担心病毒的同时 也得焦虑 没有存款习惯的泰国人 失业停工后 又该何去何从 接着学问的这间景城 才破不到